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有特區的戰爭法嗎 有沒有聽過戰爭法 不要聽到 這戰爭當然有一個 國際的一個法律的 作用 不是說戰爭黑白戰 戰爭的會一樣 這戰爭法就是在 那一百三空年就是 拿破崙席捲歐洲之後 這個世界 漸漸形成的一個共識 我們不可以說 戰爭 政學對方 東西 什麼都要跟親善 包括人的財產 變成他的 因為所有權位對方 變成自己的 一百三空年後 這樣一個規則 心不通啊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 一個概念 我們現在看這個封面 你看看這個阿扁高 穿黑的 在哪 在那裡有看 你在想說等一下 不知道要怎麼來 戰爭 那你面上有看這個 演義有沒有 戰爭的法 The law of war 就是戰爭法 戰爭法 我們來看 因為這今天和今天這個 主題有關 我們看看 這麥克 我們大家要清楚了解 你現在像台灣民政務官網 來我問一下 來自 宜蘭州的請他手 宜蘭州的請舉手 謝謝 台北州 台北州的 謝謝 欸 東西怎麼坐這裡 那天那 角度太多 太多 請讓王陶情坐下 往前面坐 往前面坐 好 比較好 我們 現在 再來問到台北州 來 新德州 贏手 OK 謝謝 台中州的請贏手 台中州 好 好 台南州 謝謝 高雄州的 好 謝謝 好 來 這個叫徐宇將 歡迎你 好 來 我們有像台灣民政務官方網站 會贏手 台灣民政務官網 謝謝 我們現在這幾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聯合新聞網 就是網路的電子報 因為 這是蘋果報 蘋果的電子報 跟自由時報的電子報 現在正在一個聯合新聞網 那個聯合部的新聞網 我們現在都會看到這個報 我們有看到這個報 我們有看到這個報 廣告我待會給大家說明 那個 老虎 不知道的人去點 因為點一次 都要 六錢 好 那這個電話說 像那邊呢 在那個新聞 那個新聞榜 電子報名 我們有看到這個 我們讓老虎 沒有了解 還不知道台灣民政務 我們今天 來上初級班啊 上高級班 包括我們在座動心 我們把這個機會 老虎 其他的民眾 讓他去點 你知道嗎 今天的地方 叫做台灣發力 發力台灣 欸 港蘇難留這個地方 什麼叫台灣發力 來 我給自己做一個來介紹 你來這裡上三天兩天 你一定要買一本資 就是這個 新台灣論 每天要 老實現 我相信你跟新現 會比我還 還比較 還比較照顏 因為我這現很久了 在這裡呢 我們後面有一個 買書找我小姐 你明明知道 會可以 開始 現在先下去 休息 你待下課時間 你可以買 沒有什麼 明明要再去 不然你這招不買 沒關係 高級班已經要買 為什麼 所有跟台灣有關係的 法力 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股金算好平 包括跟美國 簽名的 跟台灣有關係 包括天空 這片土地 有關係的 國際法力 都在日本主裡面 你要得到的答案 你要知道的答案 都在裡面 你想要了解什麼 你這本特色 慢慢你就會了解 叫做台灣法力 法力 法力台灣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我們現在外面看的 在插選機 彈話信節目 用種種 非常技術的 正在秋萬 正在秋大 在升等 本土台灣人 這叫什麼 正在台灣 我們現在電視開開 公佈電台 跟全都開 在說的這些 全部都 正在台灣 我們要分析 因為最主要 最怕什麼 最怕法力 他在說 啊 就是感情 啦 台灣人要站起來 我們是 都是一樣 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要結明 齁 這就是說 政治的方式 他用精感 齁 讓你 極重 讓你想要去參加 他們的活動 要用 不是法力的方式 來做空間 這都不對 齁 我們知道我們全世界 共同遵守的是什麼 什麼法力 人家最好人家 人家有 情義 有求分的時候 最好都要什麼 都是不是要靠 法律 定屬 來改管 這才能得到什麼 公平和正義 齁 一樣 法力這東西就是說 全世界共同遵守 什麼 萬國公法 齁 所以大家要 現在比那些齁 我大家講的 你自 這個科 上這個科 比書店還好 隨聽到的重點 隨手 你現在手有講義 空白的地方 齁 你可以把它 寫起來 不然你會拿什麼 計算子 寫起來 重點你寫起來 我相信你這三天兩枚 你的滿載而過 齁 你重點可以寫起來齁 來第一點 我剛才講的重點你寫起來 準備好 啊你怎麼 欸 日常你有照片嗎 沒有喔 沒關係 你把東心稍照一下 旁邊的東心有多一支 他比到 把他倒三天出來齁 來 那個 來寫起來齁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的上官的約束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的最高約束 你寫起來 萬國公法 萬一萬兩萬一萬 國家的國公 公平的公 法 法律的法 萬國公法是國際法的最高約束 你現在拘束嗎 我不要跟約束 約束 全世界共同遵守的叫什麼 萬國公法 這 法律的為改 等一下給大家做介紹齁 法律台灣 就是什麼 台灣民進府 齁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台灣民進府 現在用民 來複習一下 台灣民進府都要講 為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來講看看 為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進府 還沒有認識 來 你寫起來 台灣民進府是依戰爭法 已故政政法 開始有 Wall law 就是law of war 就是政政法 已故政政法 由被占領的人民所生立的民主政府 由被占領地的人民所組成的民事政府 依據什麼 戰爭法 政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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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占領地的人民相對什麼 主要的占領旷 主要的占領旷是什麼 剛好在聽閉書店的時候 你再想一下 主要的占領旷是對一個國家 美國 為什麼 他是主要的占領旷 很簡單 你寫起來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臣唯一 用武力侵服 第二本帝國 的國家是什麼 美國 在這裡呢 在古金山的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23條A款 你怎麼寫起來 美國是主要占領全國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那是在條約裡面的營業 你可以寫一下 美國是主要占領全國在哪裡 舊金山和約 23條A款 你把它寫起來 還有 第四條的筆款 就是 美國占領的地方 他的 財產 一切出分的 決定權以上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可以怎麼寫 USMG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事政府在 古金山和平條的第四條的筆款 就是這個名字 很多人說 欸我不要看過 美國軍事政府 你就要報 很多人去查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會用很多人去查 這名字一定 你一定要了解 跟 我們 本土人最有 密切的關係以上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是台灣關係法喔 你一定要寫起來 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有密切關係 這跟 保護我們 本土人 我現在叫做本土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因為 我們一定要去 去把他沉沉 沉進去了 了解 因為只要一句 側差 我們就去拿出賣了 當然我 他保證的是什麼 The People on Taiwan ON ON跟OF不一樣 The People of Taiwan 算得以土生土長的 台灣人 生肚子 由肚子發起來 有生肩 發肩 開發 結果 有紮根 所以用那個OF 肚子 已經在肚子 已經有 金雞了 世世代代 就是在台灣 從日本時代 人家說的日本時代 我們不能說什麼 日據時代 我們這個 這個觀念要轉過來 不是日據時代 為什麼不是日據時代 我們要叫做日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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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獨立的時間 叫做日治時代 我們不能說日據 日據 日據上的觀念 中國人的觀念 包括什麼 我們在稱呼中國人的時候 我們不能叫他什麼 華姓 中國那個國家 我們不能叫他大陸 你知道嗎 我們在講話 在稱呼人的時候 我們要使用正常的民俗 像他在鼓子裡 大家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間稱叫什麼 簡稱叫什麼 中華民國 不要太快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中國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中華民國也好 都是什麼 一個中國 沒有那個人跟你說 自由中國 跟共產中國 全世界 不會跟你分析 通通都是 China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 這個地方 有現在叫做Chinese Taipei 大家給大家做複習一下 有現在叫做Chinese Taipei 中華人 英語 那段 你一定要稍微聽一下 我相信 後來那個工書 我第二節課 第二節課 跟第九節 第十節 在所有的講師 他會跟你不斷地 重複講 那都沒關係 那是一件好事 代表什麼 最好的事 像我們從小到大 爸爸媽媽 是不是跟我們 怎麼刷牙 怎麼穿衣 怎麼整理外表 怎麼穿蟋子 怎麼講話 怎麼生頭髒 每天就是重複這些頭髒 沒有關係嘛 所以工書 他中學講的內容 怎麼是 我們加 我們的記憶 講課內容雖然有重複 沒有關係 要感謝這些講師 不斷提醒我 原來這些都是重點 我們要什麼 快記起來 好事 我們不像中國人說 重複的事情 為什麼我又講 好討厭喔 沒有這種觀念 世界的進步的動力 就是什麼 動力 世界不斷進步 歐化 近代化的 的一個 腳步 不斷往前進 就是重複的事情 不斷地一直持續去做 每天重複的事情 不斷做 你有什麼得心應所 很熟 法例也是一樣 像那本 你買到 回去不要放在那裡 很好看 六百幾 金裝板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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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趕快現起來看 現現的 你如果記在那裡 你身上 你甚至做民望 你跟望中的人 可以去說法例的事情 在這過程 鋼絲在這裡 幫你強氣 法例已經去批你的心了 這個時候 你可以 人家說 隨時保持正念 這個電視媒體 他講 說話 那些 政論節目 對他來說 已經沒有影響了 為什麼 你有正念 你有政策的念頭 有什麼 法例 要保護 一個國家 很簡單 用法例 就可以保護國家 為什麼 這個萬國公法 當然 為什麼 萬國公法 跟法理 國際法理 可以保護一個國家 以前 在日本 對國 以前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說 武士刀 在日本 以前有一個 武士叫什麼 版本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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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上網去查 版本龍 他一開始 都奇怪 武士跟武士 即將 都用武士刀 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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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切自己 抖他 抖他 打 扭 他最多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犯罪不夠大 後來想到 用錢比較快 背起來 扁扁扁 一下子就幾個都倒了 後來想到 不對 鐵科船 黑船在地去賣 把我們的國家 像市民這樣 什麼叫市民 殖民 我們在說台語的時候 這些殖民 要說什麼 休息就是用那個音 來發 發什麼 殖民 那個字 台語 殖民 都奇怪 我們的國家怎麼會叫 這個美國 黑船在地把我們殖民 不知道要怎樣 他後來知道 原來萬國公法可以保護自己的國家 萬國公法 所以殖民什麼 他這個推展才有什麼 民治維新 因為民治天皇 他玩在這個版本的一個團體裡面 那個 智氏 他為了第一本帝國 他從農業國家 農業社會的一個國家 邁入一個近代化 歐化的國家 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用法律 用萬國公法 保護自己的國家 甚至是用萬國公法 定義自己的國家的憲法 就是什麼 台語本帝國憲法 它是根據什麼 萬國公法來定義的清訂憲法 我相信各位在座不聽過 什麼叫做清訂憲法 尤其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一部憲法的來源 就是在這裡 由誰制定呢 民治天皇 你怎麼在哪裡 大日本帝國憲法 是清訂憲法 一個金再一個欠 清訂憲法就是奉帝 叫做什麼 君主立憲 跟民主 國家一般民主 國家都開 國民大會來 制定憲法 是不一樣的 是什麼 清訂憲法 由君主來立憲 透過 帝國議會審查之後 由 天皇 下什麼 行憲造書 造書是什麼 我相信很知道 奇怪 講師什麼叫造書 造書就是 是中國說的性質 只不過不一樣的是 中國 他那個古早的時代 他其實不是叫中國 每一個條帶 給自己做率名 中國那個 他說有五千年輝煌的歷史 側 他自一開始什麼夏商周 鳳帝夏商周 再來什麼 東漢 西漢再來 到後面 叫做魏晉南北朝 那什麼 宋元明清 其實那是什麼 每個地方 那是什麼 部落形勢 只有一個 軍事占領權的一個 部落團體 讓雙胎來胎去 雙胎贏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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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勢 他就是什麼 你看 旗禁就要跟 租九族 有聽到嗎 我相信這個序局看過 風帝 踏街道 就要跟租九族 那就是部落形勢 那種 統治說 所以 全世界這裡最崇隆的一個 國家 中國 他認為 在那個地方 那個土地之間 發生的條態 都是他 其實 那是不對的一個觀念 他沒有 他沒有建立在 一個環境的出款 他擁有的是管理權 並沒有建立完整的主權 外面看得出來 台青帝國在台灣 200多年 他有建立完整的主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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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擁有的是什麼 中央山脈 以西 六個屯肯區 他只有什麼 殖民 市民 他在這裡市民 所以大家 以前有聽過一句秀儀 叫什麼 三年乾 兩年末 油水 吃 很好 吃到百 兩年乾 就麻麻 快回到裡面 好好看 從這裡 黑黑的進去 那為什麼中央山脈 以東 講實際上 沒有說中央山脈 以東也會千國 很簡單 他的地道 千國 那時候在台灣 有的地道 像一隻唐人 這樣 他西半部 六個屯肯區 東部 他不敢進去 大家有聽過 高沙義勇軍嗎 高沙義勇軍 人家說 那個環子很厲害 柳子放出來 部落翻刀 拿起來 頭六個 日本兵 最有名 塞德科巴萊 看到嗎 塞德科巴萊 你看 日本 日本 空間 去亞華 要方便一下 不過 兩兩都頭六個 塞德科巴萊 高沙義勇軍 厲害 所以 從這裡看出 清國他敢去征服中央山脈 以東的地方 那是高砂的傳統領域 那是因為剛到日本黃軍在1905年 他開了一個國際會議 經過十年的時間征服高砂族 讓台灣建立什麼 完整的主權 這台有一個觀念跟大家說 所以這次擁有完整主權 對一個國家 日本 新台灣論你如果買 你可以的現場 以前比較我這裡 我代表跟大家說一下 你現在還沒買沒關係 你先用筆寫一下 明天在這裡現場來看 來我看一下 在27月27月 你可以先寫起來 明天再去 還是等一下你下課 你快去買 快來看 27月有什麼 最早在台灣 發展的 經營的是對一個國家 日本 日本 當時的 13世紀 接下來的課程 歷史的軌跡 這楊講師會跟大家來做詳細說明 台友提到這個 這27月內內的內容 你可以說 你知道嗎 這課前的大約去 台友去打起來 做一個 基本的概念 來對應講師他講的內容 欸 你加深印象 你開始對新台灣論 你有動力 你要去了解 從歷史 開始 我們要慢慢去修正 我們過去 因為達到 流氓中國人 他為到方便管理 所以設計出來 這套 錯誤的教育 錯誤的觀念 他要用觀念 跟我們 為 台本帝國 天皇 所有權的人 的手中 要想辦法 全做 中國人 各位在座各位 你願意做中國人嗎 我們既然知道 我們自己的身世 我們知道的身世 要怎麼知道 我先問一下 在座各位同心 你有已經有台灣民政府 這個晶片身份證 請拿手 我有喔 好 來 阿北新鮮的拿手 哎呀 要加油 那為甚麼 你先輸不合法文件喔 你覺得晶片身份證 是完全百分之一百 由美國 國安 單位 國安 國安部 他們這些收款 來由美國製造 台灣民政府 來 來給大家 隨身攜帶 晶片身份證 在座中國之外 一百九四個國家 你都可以去用 不斷傳來 如果有說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回應 我 希望這個動心 你會出國 隨時像他那個 他去關島 他也是回應 欸 關島你看看 他沒有用 那本難民護照 講是什麼叫難民護照 各位 正常的國家 護照有兩個顏色 這個是什麼 深藍色 這個什麼 暗紅色 叫做正常國家的護照 那本綠色的護照 全世界很清明 欸 綠色護照不代表 本土達人社用綠色 不對 綠色護照在全世界 叫做一個識別色 這叫做什麼 國際難民 英語叫做什麼 refugee 所以 很奇怪 你由新聞 說 網路上你所了解的一個消息 奇怪 拿一本綠色的護照 像這個 像這個 去國外 怎麼會刁難 因為你是國際難民 你成功 你如果沒有台灣民政府的 那張 晉片身份證 你警察沒辦法證明 你是男人 他會說 你成功還有什麼 可以證明你男人 拿銀行出來 拿鈔票出來 民眾是什麼 你可以拿你的鈔票 你現在拿的鈔票 你拿起來看 民眾有沒有寫台灣 有沒有 上面大大的字寫什麼 中華民國 連一塊錢 連現在我們 沒有很多發現的 一顆媚火 五角五角的 民眾也在說什麼 中華民國 你沒辦法證明 你是男人 你害了 他叫你回去 你平衡 我花很多 你來美國來到歐洲 你又叫我回去 花那麼多錢 不管 因為你是國際難民 我拒絕讓你入境 理所當然 因為你是國際難民 請問一下 國際難民的你 你來我們國家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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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國際難民的 綠色那本 包括對一個國家也一樣 用綠色護照 圖博 你可以像網路 你輸入英文 Green Book 綠色的本子 就是綠色的護照 你打的你可以看到什麼 圖博的護照 你就看到了 一樣綠色的 圖博的什麼 流亡政府的 在哪裡 印度的達蘭沙拉 圖博的達蘭沙拉 圖博的達蘭沙拉 他不是叫圖博印度喔 像他比如說你自己說的 現在又給你複習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三個例子 法國跟比利時 流亡在哪裡 英國的倫敦 現在隨時給你做複習 叫什麼 French London 比利軍 London 亞洲以上 韓國 韓國 韓國流亡政府在哪裡 上海 上海 對 大多幾個 Korea 上海 韓國 流亡政府在上海 這三個 現在呢 剩一個 流亡政府 還有什麼 在台北 兩個流亡政府 圖博 達蘭沙拉 跟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全民叫什麼 Chinese Is our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文這段英語 他好像抓頭抓 不然中文那段 台灣第一統教 現在叫做台灣第一統教 叫做流亡中華民國 剛才一開始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在那裡上 有看到那段嗎 流亡中華民國 完全在這裡 現在叫做台灣第一統教 很簡單 剛才說 台灣關係法 不合上 在台灣的 人 the people on 台灣 是什麼 中國人 我們知道 美國跟中華民國 在第二處 世界大戰 他們兩個國家 是什麼關係 打過 叫什麼 同盟國 什麼叫同盟國 也知道 你跟我好朋友 我是不是好朋友 要跟你講 你現在 朋友有難 兩樂插刀 我問我有尖定地 我讓你來這裡 讓你大 讓你大 審視的 審視才會變英雅 美國人都沒有想到 第一次四年 1945年的10月25日 你也可以拿下 10月25日 叫什麼日子 他跟我們講的 1975年 10月25日 他說那天是什麼日子 10月25號叫什麼日子 什麼日子 光復節喔 哇 怎麼有這麼好的名字 請問一下 一百九五年 我發生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一百九五年 叫什麼 日清 甲午戰爭 叫日清戰爭 英文叫什麼 甲午戰爭 我請問各位 日本 台本帝國跟清國兩個國家戰爭 你印象當中對一個國家戰爭 日本帝國了 戰爭之後 有冠牛土地嗎 有啦 冠對 台灣 朋友 還對 遼東半島 那個大小 大小小的知道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以上的 清國的 清國的祖山 所以 當時 一百九五年 下官教育 定力之後 第第期間五月分 五月斜白 因為 其他國家有提示 欸 日本帝國 你要注意喔 遼東半島是清國的祖山喔 祖山是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夠掛 所以後來啦 叫做一個什麼 又簽一個 日本帝國 受款 又簽一個什麼 遼南條約 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 掛回海 因為遼東半島是什麼 清國的祖山 祖山可以掛嗎 阿公的祖山 我們做孫子 可以掛掉嗎 可以嗎 不可以耶 因為英文就是阿公的財產 他沒受款 說我交接不送 皇帝就是這樣 皇帝的財產 永遠就是皇帝的 不會因為發生種種變故 皇帝的財產變成別人的 第一條他賣掉 除了他賣掉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都不行 大家要記得要拿下 這是什麼 萬國公法 像我們家的財產 孩子死生 包括我們的 孫子 可以經過說 沒有讓我們知道 透過銅票 逃逃把我們賣掉 我們的財產 可不可以 萬國公法就是這樣 像戰爭 戰爭的人 可以把土地 漸油 全漸油 自己所有 可以嗎 這是初期版的重點 大家要寫起來 我坐戰爭 發了一個人的重點 第一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你怎麼寫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第一以上 我剛才說的 流亡政府 流亡不得就地下法 流亡不得就地合法 這兩個重點 你寫起來 第二節課 第一節課 第二節課 要連續下來 到第十節 這兩個重點 會不斷不斷的 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記得 這兩個重點 今天有同心來 同樣 互相研究 你的左右旁邊 我相信 陸陸續續的 有同心來 因為今天 還要上班 沒關係 明天再去 你就會見面 你都發現 你的周遭會 多很多新的棉孔 我們互相幫忙 為什麼 不是說 我們人最大的 第七 團結 我們以前小時候 稍微看 家庭 隔壁 火燒 家庭 大家是不是水燙冬 不管 去打火 會記得嗎 現在怎麼消失去 叫中國人 把他打火 叫人害的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原來 生成 我們 本土丹人 有的天性 要把它找回來 互相幫忙 互相成長 彼此勉勵 一級三年 九月初日 後到 十月二五 八月十五時 日本天皇后 盟軍投降到 1945年10月25號 台灣整整有兩個月的時間 無建戶的狀態 台灣有亂嗎 沒有耶 跟日本 我們知道 日本國311 大地震 我們還會說 地數是不是很好 沒有人插隊 排隊排得很好 還有什麼 因為白隊 他夭死 他寧願餓死 他也不會去插隊 這的確 我們台灣 我們這片土地沒有哪有 我們要把這個 找回來 回到歷史的原點 根據國際法理 把台灣 找回來 這實習的 我們紀念 我相信 透過國際法律 一定要回合 回合什麼 叫做重建 把我們這 整個台灣破壞了 七十年了 雖然說 麥克阿瑟 他的美軍 跳島戰爭 他沒有 來攻擊台灣本島 他直接去打 沃昌尼瓦 但是這七十年來講 對台灣是 鐵底的一個 非別 人心也好 守法的觀念也好 包括我們現在 有的以前 日本時代流下來 建設 想辦法把我們摧毀 吼 我們的 基隆港 那個一個所在 以前日本時代流下來 很好的古蹟 想辦法 透過無情相的 手段 把它收到 大家可以去注意 他們都用這種的 對於古蹟 盡量破壞 你知道嗎 圓山大飯店 後面那個 那是 日本神社 想辦法變圓山大飯店 它就透過 佔領者的 方便 它把原來 這片土地民町的建築物 全部把它消滅 不能這樣 碧灘橋 你有去看過嗎 明明是昭和二十年 二十幾年 他的一個 橋墩 他改成什麼 中華民國二十幾年 中華民國二十幾年 那時候 他有在台灣嗎 那時候 他誰在管 在他處世界大戰上市 中國軍上市去拜 那個時間點在哪裡 我再加一個 1945年 10月25年 就是他們說的 民國三十四年 民國三十四年 10月25號 中國占領軍 才進入台灣 請問中華民國二十年的時候 甚至是二十幾年 中華民國有去賣嗎 他當時幫日本帝國 在台灣建一般 叫做碧灘橋 有沒有 要憑什麼要跟我們改橋墩 這是什麼 代為管理的蔣介石 流亡軍團的傲慢 他沒有修法 從這裡就看得出來 很要改 力士要改 叫敦山建築物給你拆掉 要抹去所有本土台人 對這片土地的記憶 這大家要記得 所以你本身 要怎麼恢復正常化 我們剛才有看 美國總統 有權利 有責任 循萬國公法 讓台灣什麼 正常化 重點在這裡 我們看這裡 你的右手邊 這兩百度 我相信很多人奇怪 講是 這九十四年 我們要握的兩百度 什麼意思 來 剛才幫你做說明 我們這兩百度 旁邊的地圖 我告訴你 我們看世界的角度 尤其是看台灣的角度 不一定要從中國來看 我們要什麼 海洋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台灣有沒有 是不是在那邊 這個是一個全面 改變自己的一個起點 我們要用這個角度 來世界觀 來用世界觀的角度 來看台灣 台灣在對決的地方就知道 大家就是右手邊 上去那裡 包括日本國 那島湖 東亞島湖 大家做一個清楚了解 把那些地圖 圍形下課 你們去看看 用新的角度 全面 法理的一個觀感 來看台灣 看整個日本 要重新什麼 重新來認識日本天皇 來 我們看那兩百球 欸 那兩百球是什麼 風景圖嗎 不是 這 這百度是什麼 在2006年 10月24號之後 我們在2009年 這個四月齊齊五項 一個結論出來了 2010年 這個美國 他套過這兩百度 套過東芯 欸 這兩百度 你拿回去給你美術長看 就知道 知道什麼 去襲 跟美術 你把它射掉 兩幅圖的意思 那一座橋 它叫什麼 二重橋 在哪裡 東京的 皇居 天皇大的 所在叫做皇居 皇帝的皇 居住的居 你拿下一個 你知道嗎 日修 日修是什麼意思 屬日本嗎 然後問一下 日修是代表 你認為是屬日本的請舉手 大家要舉 讓我才知道 日修是 日修是 修日本的請舉手 不是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OK 日修的意思是屬什麼 日本天皇 要記清楚喔 但日本帝國 它是二元制的國家 日本天皇民政 再來什麼 因為國家很大片 所以必須要 受款給它相信的建物 日本建物來管理它的國家 你要記清楚 是屬於誰 所有 就是所有款的 人 叫什麼 日本天皇 那一百多 台灣所賞的 日本天皇 不是那兩隻狗 你要記住喔 那一般叫什麼 二重橋 為什麼叫二重橋 你已經寫起來 那般求人的問你喔 欸 大民政 你來上過課 來請問那般求的叫什麼 二重橋 在哪裡 黃居 天皇的地方 黃居 代表什麼 這百多代表什麼 所有權的代表 所有款的代表 就是土地 人 都是什麼 日本天皇的 所以我們叫什麼 黃民 我們叫做黃民 黃居 黃居 你看後面有一個宮殿 有沒有 那個地方 美國把我們拿穿的 你們是日本天皇所有款 我們看到這個右手邊 那個人是誰 歐巴馬 旁邊那個 秀者是誰 總統夫人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手摸到什麼 對 這 這動心了解 憲經 美國這個總統 要選擇 主席為什麼 要問憲經主席 代表 土地良心 向上地選擇 他向上美國 為美國的國家利益 人民利益 利打拼 向上 為美國人民 為美國人民 設想 他代表什麼 占領權 跟管理權 最大的 最大的一個代表 一邊是 所有權 一邊是管轄權 跟占領權 你要嚇唷 美國總統 軍事占領 一個什麼 日本天皇所有 屬日 日屬就是 日本天皇所有 右手邊那個 美國總統 軍事占領中 所以我們 第一開始 看他的主張和立場 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管理權 占領權 這都做會把他寫起來 OK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 台灣民眾有主張和立場 千萬千萬 你一定要叫清楚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已故 政政法 有比善領的 人民所成立的 政府叫什麼 Civil government 可以 在這裡 你如果不知道 Civil government 你回去 你如果特色 新台灣論 你如果特色 你會慢慢 可以跟你的親戚朋友 慢慢地說明 跟人家講法理的時候 要不要很激動 很大聲 一定要變到淫 是不是需要 法理至上 法理這個東西跟我們所在的法律一樣 對就是對 不必說一定要變成 為什麼 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的東西 清清楚楚 我們都是經濟國際法 國際的政政法 古今三個方便 對 現在所有 包括馬關條約 中國人說的 其實叫什麼 下關條約 Treat of Simonoseki Simonoseki 就是什麼 下關條約 的形容 所以大家會說 大家記得 台灣民政府 它轉名叫什麼 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趕快寫起來 台灣軍島 美國 民政府 兄弟是什麼 台灣軍島 美國 軍政府 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有一個 對等單位叫什麼 台灣群島 美國軍政府 軍事政府 這個所在 它不停止 戰爭狀態 之下 通常有兩個單位 由 占領軍來 運作這行 由 占領軍來執行 占領軍是什麼 美軍 美國 占領軍來執行 這是對 在台灣戰爭史 回顧第三本 來對等於講到這個內容 新台灣人 獨守之後 你再繼續就是 台灣戰爭史 回顧 第三本裡面 就有提到這個內容 這占領地的 軍政跟民政 是由 占領軍來執行 所以一個就是這樣 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軍政府 台灣群島 美國軍政府 前面位置 位置 在台灣群島 美國民政府 美國軍政府 代表後面的單位 前面位置 比較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樣 琉球 琉球民政府 它叫什麼 琉球群島 美國美國 美國 所以 他本來以下 琉球 群島 美國 民政府 一樣 這 占領地 比占領的人民 他應當要拿到什麼 政見出國 因為 負責的牙手 不是的牙手 不是護照的潛舉手 不知道的牙手 OK 給大家做說明一下 我們是 被佔領地的人民 我們應該拿什麼 旅行政見 你快嚇死了 不是要 台灣 不是台灣民政府 發 旅行政見 是美國軍政府 發下來 就是授權下來 依據戰爭法 發給 被佔領地的人民 旅行政見 越行政見 不是passport passport是什麼 流亡難民的護照 所以拿了passport 那本 很光榮 你會增加麻煩 中文的 比如說 你跟他講 那是旁邊 把天氣 強調在台灣的 流亡中國人 又比較淺 你拿一本 綠色護照 也沒有很光榮 你家裡很麻煩 第一位 你有 晶片身分證 證明 OK 來 我們進入話題 來 這本就是什麼 The law of war 政政法 這 網路上有 這本書不便宜 都是英文的原文 閉書中在2004年 因為你政府有跟他講 說 林先生 林先生 你 你 政政法 對不對 這樣 不如你把那個 投入國制法 來看台灣的地位 你看看 閉書中就說 那時候 丹楊智 跟黃昭東 有寫台灣地位 沒關係 寫就好了 那後來 想想 沒研究 看看 這麼發言 原來 台灣現在 還在美國 軍事政府 占領 當中 一開始 延遍阿正媽媽 原來 所有權不便 這片土地 不可以 因為 戰爭 戰敗 而被割讓 把原本 所有權者 日本天皇 剝奪起來 變成 美國 甚至是 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是不對 包括什麼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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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被剝奪 我們的國籍 原來的國籍 可以 因為這張爪 來改變嗎 可以嗎 這很荒謬的事情 慢慢的 自己做分析 這是什麼 政政法跟什麼 國籍法 International Law 國籍法跟政政法 這國外 都有出來了 都有輸在出來了 近年十月份 有重大的 事情會發生 這美國各大學 有一個 台灣國籍地位 正常化的 學術論壇 要搖槍 必須上去講 大家期待 OK 來 政政法 法律底下 來說 南亞社 這都重點 第二 這科 你今天 以前來 我 不能讓你 控訴 你還要 寫起來 來 第一 一九空七年 海牙 第四公約 這全部都在說 戰爭的事情 你先寫起來 全部說明戰爭的事情 1907年 海牙 第四公約 你可以寫起來 來 第二點 日內瓦和平公約 這是哪些 這種重點 什麼叫做 政政法 你可以寫起來 來 第三點 國際紅十字會總會章誠 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國際 紅十二 中夥中性 攸關 戰爭部會公約 OK 再來 第四點 美國最高歡迎 攸關 戰爭的 判例 判例 每一個法官 他判出來的案例 伊順這個案例 來做判斷 叫做政政法 集中一個部分 再來 EQ肅空年 美國六軍中夕 攸關政政法會編 FM27-10 一本書 英語在下方 The law of land warfare United state army field 那邊有什麼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40年 他年份都寫在後面 英語 我們多少要了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主管黨委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你要心想寫起來 美國 軍事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直屬單位 他是我們的定期的 所以 美國軍事政府沒有太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定要給他 千萬要給他 不肯黑白做 沒有授權的事情 不要做 包括 你看我們為什麼有身份證 後面有旅行證件 包括車牌 這都有依據 依據什麼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你現在手提的那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你能夠現來 為什麼能夠發新聞證 了解嗎 法院就是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上三遍去美國 審核後通過 開始發身份證 2011年的 12月31號 在旺年會 開始發 所以在第一倍的新聞證 到現在第幾倍 每幾倍 20倍 20倍 多少人 蘋果日報有什麼 你有看到嗎 台灣民政府現在有 4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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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身份證 持續在增長 我們有6個手 所以我剛才 台語講的 你心想要給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 民政府的旗幟 我們看到這裡 台灣民政府的旗幟 叫6顆青 代表什麼 6個手 那個紅色代表什麼 日本天皇 日本帝國 Emplor of Japan 就是土地的所有權者 日本帝國 再來什麼 黃色代表什麼 亞洲 那個台灣 我們知道嗎 明天有一個 青的那個青是什麼 美國 對 對 美軍喔 不能說 那個是 藍色的共產黨 不對 那代表什麼 無知 我們要完成它 我們是怎麼說 那個藍色星星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 所以比對那些 那些 那些是美國給我們的 不是自己有的 不是自己製造的 那個是美國 發給台灣民政府的 台灣民政府的旗幟 美國的國旗 會在星期天早上 由秘書長頒發給各位 這個美國國旗 我相信 各位大家 你如果拿到 會記得 拿回來 你那天 你那天 聽彼士典的歲月 大家跟大家說 都炒好了 你如果沒有炒到 沒關係 你會上什麼 YouTube YouTube YouTube的那個網站 你輸入什麼 台灣民政府影片 你點下去 你就能看到 歷屆的上課內容 包括這個 所以 你不用拍照 因為這個 這個現在講的 這個影片 這個鴨皮 全世界 放上 YouTube裡面有存檔 你可以調查來看 OK 專心聽講 來 台南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我們來 念一下 好不好 來 念 我問一下 念台語的牙手 念 台語的舉手 台語的舉手 都不會念牙手 都會念 來 平常用 用中文念的牙手 比較順了 還是念台語的牙手 都會用 來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來 這位念一下 來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佔領權 美國總統 有責任 尋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二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再來 再來 這一點很重要 兩個都很重要 這個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你今天來參加 去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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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五關之後 你穿我穿這樣的時候 要注意你的公圍 跟動作 為什麼 裡面說得很清楚 來 第一點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佔領 來 二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推動事務 不合作 也不配合 所以我問各位 我們看到台灣 第一東教 中華民國 劉王政府 我們要去抗議嗎 你的行為 決定你的身分 我們不會參加抗議 因為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大家有一個清楚概念 你在電視裡面看到 這麼所有發生的一切 都是中國人的概念 中國人的家務事 你如果問中國人 他們家家裡的事情 你要去抗議嗎 我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我們要問自己 我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台灣人 中國人的家裡 老公沒完結 你要去抗議嗎 譬如民進黨 跟台聯 參台獨 參中華民國的人 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香港人在街路打成這樣 你還要去與他抗議嗎 他們 esse事 他家的事情 都他中國人的家務事 不用去抗議 我們只要用法力 給提醒美國 趕把這些任務 中國人 處理好 送他們回去 他們不會戰爭喔 等一下 憶法簽下去就不會戰爭了 你知道嗎 憶法是什麼 對等同位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什麼 海協會 中華民國的什麼 海積會 裡面有台灣人嗎 沒有 服帽你會收起 說服帽你會生氣嗎 服帽裡面只是方便流亡的中國人 讓他方便回去中國 讓他回去 不用戰爭 他明天要進去 甚至免稅也進去了 甚至我們知道 他有開 同樣白色的車牌 為平灘島登陸 沒有關係一樣正常 他還可以正常使用 這個新的車牌 你有發現民眾有 民眾跟車牌嗎 新的車牌已經跟我們說了 美國一定在開始著手 已經著手很久了 著手什麼 無縫接軌 既然美國一個 立場就是說無縫接軌 所以 我們台灣民眾的同心 了解法理之後 更加要了解 我們跟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流亡中國人 要什麼 和平相處 不要看到中國人 你走 我看你就討厭 我要跟你打 你不走 不行 我們要注意 在這裡 知道嗎 暴力或武力 你把人家賊成為暴力 那叫什麼 語言暴力 看中國人家賣三四斤 哇 你現在掉下去了 你掉到陷阱去了 這剛剛好 這剛剛好是中華民國 民主進步黨 跟中華民國 台灣團結聯盟 跟中華民國 台灣獨立聯盟 最愛看 因為什麼 你已經拌下去了 看中國人想要把 你拌 你拌 變什麼 管他家的家務室 他想你就 假裝冷漠 看看你有那個意思 用給你 農告 休假 所以你關營島的事情 看中國人要拌 要把他拌 拌有的不的 這個技能 不需要 我們要來採 蔬菜水果 留在家裡煮 我們不要拿去丟 你知道嗎 包括這些學生可憐 我們過去叫什麼 太陽花 那個學生 你看看 主撻撻撻撻撻到那裡 我 所以中毒 讀蘋果理論 就是這樣 主撻越高 越了解 他們那套告知 這個頭部就回不了 回世就回不了 因為我就是中國人 爸爸媽媽 你跟我說 說這個 我不能接受 因為我 投到館 通過科技 代表我的 學術 我的認知是健康 結果是什麼 撤貓 你讀的一套 詐騙教材 你讀到最後你變成什麼 你變成詐騙高手 你讀的這些地色都不對的 像說 1975年10月25日 叫台灣光復節 對嗎 不對耶 這大家要知道 從這裡來 從這裡來 重點來 從這裡來 從這裡來 台灣不是中國的 不是中國的 從這裡開始 1975年的 4月17日 這個地方有熟悉嗎 它都用圍圖的 對不對 剛書去找照片給你看 2004年1月6日 還在這裡 在對 Treaty of Shimonoseki 下關 在對 下關在哪裡 日本 在這裡日本國的地方 來看一下 馬關條約有兩個巳柱 有兩個巳柱 像在簽 租宿 租土地 都有一個租令條款 租令條約 記得喔 一定有兩個 農屬營 甲蝗 跟蝗 有看到嗎 甲蝗在誰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蝗咧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是 蝗蝗 跟蝗蝗 定立的 這樣有清楚嗎 是日本跟清朝嗎 他們這套久以前一直跟我們說 自小人託的 我們如果不來接觸 讓我看你 你會不知道什麼叫做真相 我看你在這裡 這是他們白鎖黑衣 這是外交部的 一個文件 注意看 有一個外有嗎 浮水印 外交部 看 台青帝國大風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風帝對風帝 不是 清朝 跟 日本 不對 清國的 他說的清朝是 台青帝國裡面的管理單位 負責管轄權 譬如說李鴻章 他長官 整個 台青帝國 所有的 國家台書 他在管理 台日本帝國的 同樣有一個叫做 日本政府 什麼叫做什麼 管轄權 因為風帝不可能有一個人管他看 所以 收款 給一個政府單位 幫他管理 國家台書 所以所有管轄跟管轄是兩個切開的 你知道嗎 兩個是切開來的 譬如說 各位債作動心 你都是 老闆 公司所有的 五分都是你們 你請 公公出來 有一個代表者 最大的叫什麼 總經理 你請總經理 你平常是你沒有在地 你叫當事長 你都在外面做 公司的外交 你請總經理 在你沒有在地 時尊 幫你管理 公司的 大大行 的事 叫做總經理 政府 同樣 在君主 立憲的國家 在這裏 本帝就是最高的 所有管轄 所有都是他的 管理管轄是誰 建戶 所以這個官僚要 全體了解 權力的來源是誰 從上面下來 天皇 日本天皇只要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你要嚇死 不能人家 好好的 你又給我 日本帝國 走就不會夢了 不好意思 很失禮 日本天皇還在 沒有那個 怎麼掛在那 皇居的 連美國 總統 美國軍事政府 都不敢違反 萬國公法 把日本天皇 消滅 懂意思嗎 日本天皇 他就是代表 大日本帝國 即使說 他在舊金商和平條 第一條的 B款 他管理國家 大事的權力 被架空 Suspend 第一條 B款 日本天皇 他管理國家的權力 被架空 也不代表 日本帝國滅亡 國民條約 制定的第二條 B款 要記住 他說的 日本是代表什麼意思 日本政府 放棄什麼 管轄權 這是新台灣論 有重要的 詳細說明 各位 台灣條約 台灣條約第一端 就可以清楚了解 領土主權 握由者是誰 風帝 軍主人 風帝 各位 由此可知 台灣人 有台灣 萬領土主權 沒有 簡單來說 這條下官教育 就是 台日本 帝國 阿 有 保有 台灣 所有權的 一個 憑據 白紙黑衣 有清楚嗎 裏面的內容 大家都知道 永久割讓 別人說 這個東西不是你的 你不能做人和 片面的改變 不是你的 你不能做任何改變 包括 清國 清國 雖然沒有在地 假生於後來的 中華民國 也不能 違反 下官教育 因為這個 國際條約 永久有效 沒有像 酒街集說的 廢除不平等條約 條約本來就不平等啦 政選國有 管理 不斷 戰敗國 的管理 他比如說他對台灣 他是殖民地 所以 當然 台灣的 領土的 這個租款 就移轉去什麼 日本天皇 喔 所以說像 台灣 像東西 遼東半島 是 清國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 領土 擁有完整的 主權的時候 這樣 日本國 不可以拿 日本帝國不可以拿 這樣有了解嗎 所有權 就是說 你有沒有 這棟房子 這片土地的 所有權壯 了解嗎 國兵飯店 是不是國兵飯店 住在裡面的人 是嗎 不是啦 像各位 在座各位 今天住在水月園 明天後天 三天兩夜 你可以到外面講說 水月園是你的嗎 你住在這裡 你只有使用權 可不可以說 水月園農場是你的 不是 沒禮貌 上的 有先生 所有權壯在哪裡 人家就問 土地所有權壯 我來看看 我拿不出來 你把他 你把他騙 OK 你知道 來 這為什麼要抖動 因為 民電有動心在走路 所以大家不用見怪 來 無法公投的原因在這裡 有人提倡 台灣可以做美国的 五十一九 可以嗎 這時候我跟各位 動心說的兩個重點 這不僅不得 遺轉租款 佔領不得 遺轉主權 美國雖然是 他 古金山和平條有 舊金山和平條有 23條的A款 跟第四條的B款 他 主要佔領全國 第四條B款是 可以決定 財產的 處分權 但是 他不能的因素 把台灣 歸為 自己所有 很簡單 他有這頂 民電有什麼 美利堅合眾國 有沒有 沒有 台灣不是他的 要怎麼五十一州 要說五十一州的人 最主要是誰 波多黎哥 Potorrego 美西戰爭的時候 他跟美國跟西班牙 戰爭之後 波多黎哥就變成 本來是西班牙的 殖民地 變成的 變美國殖民地 到現在幾年了 那麼久了 波多黎哥就變成 美國的五十一州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國會有 國會說 美國不要再增加海外的領土 美國沒有再增加海外的領土 你一定要記住 所以說 波多黎哥會舉辦公投過 第一 這波多黎哥的人 我很聰明 美國 一直都錢一直拿 我要省錢 我想看看 波多黎哥的人 公投 看看 第一 波多黎哥要獨立 獨立 獨立好了嗎 來因為 波多黎哥獨立好的 請舉手 不好的牙手 OK 好來 為什麼呢 一個國家獨立 要什麼 孩子要做兵嗎 要買武器嗎 是不是要花錢 錢 省起來了 還有 有人不用錢 替我們聖域兵 有好嗎 因為我們是美國 波多黎哥是 美國的 殖民地 你要幫我們聖域兵 我們共區域 要第一時間 跳出來保護我們 有好嗎 波多黎哥聖 再來 第二點 第一次的 公道 波多黎哥的美國 會說你舉辦公投 他出一個地方 波多黎哥進入 五十一週 美國五十一週 來 我請問各位 進入美國的五十一週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要落稅 要繳稅 願不願意繳稅 波多黎哥的人沒了 我省錢 美國你要給我 我省麵包 你也要給我 因為我是你的殖民地 有啊 第三邊 美國的人 美國國會人 國會人 做一次 兩個題目做的路 給你了解一個趣味的 波多黎哥的人說 去遊說 獨立 跟五十一週 想想的 大家想什麼 給你 他們選什麼 五十一週 對 他把 給我 給美國 去 國會人 自己去 頭上 為什麼 不掉增加海外的引土啊 結果波多黎哥變成五十一週 要變這個事情 一直 停在那裡 要了解 波多黎哥有聖 最聖 誰要做五十一週 甚至我強調一點 這片土地的主人是什麼 臺灣 臺灣 這片土地的主人是誰 所有權責是誰 不是日本喔 說日本一半而已喔 日本天皇 比如說 像像跟我們講喔 你心裡當中永遠 要記得一個人 永遠要記得一個人 快寫起來 我們每個本魯台灣人 每個皇民 心目中要放著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 日本天皇 了解喔 他就拿錢像我們 拜公媽的公媽菜 我們尊敬 他就會 照顧人 他會 因為我們臺灣民政府 因為 舊金商和平條的第二條 B款 日本政府已經對我們沒有管轄權 我們可以獨立嗎 不行喔 土地有人的喔 所以主張當地的 會發生事情嗎 因為舊金商和平條的 23條的A款 就有說了 美國是主要 這個土地民政的 行政立法 司法 還有 分配權 管理權 最後是誰在處理 美國 所以美國總統 他 有台灣的 然後 像我們 娶一個 老生 女兒 出事了 我們是要去 保出事 保出生 證明 會出來 對不對 入口之後 這個孩子是不是 這四人 英文跟我們有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切掉嗎 不行 這個孩子不聽 要跟你斷絕父子關係 母女關係 可不可以 不行 行憲造書 跟台日本 帝國的憲法 實施在 台灣 之後 台灣 鄉處 變成 日本 天皇 英文 新生 不可分國的 領土 這官僚一定要記得 不可以 獨立 婉姻在這裡 可以說得到嗎 是憲戒斷不行 因為這邊土地 民政有兩種人 都拿到什麼 剛才一開始 一個女生的身份證 有看到嗎 大家是不是都拿到那張 我請問一下 那張民政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那麼多分担人跟中國人嗎 全部 整個藍藍作為 美 歷刀 紅刀 參 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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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藍藍一腳 那腳會吃的嗎 不能攻打 就是這樣來 這邊土地有兩種人 外國人 跟台灣人 台灣人是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剛才跟你們講的 外國人就是 在了 本土丹人以外 統統叫做外國人 所以 中國人對我們來說 中國人 在台灣 流亡的中國人 對我們來講是 怎麼稱呼 外國人 跟越南跟菲律賓 跟英國 美國他們 包括澳大利亞的人來這裡是一樣的地位 通通都是 外國人 Foreigner 他們不可以說 他叫做本土丹人 他要證明他是本土丹人 很簡單 請他去 負政事務所 新生證明 什麼證明 日治騰本 他能夠證明 只要他能夠證明 他在1945年 9月2號 以前 他的爸爸這邊 媽媽這邊 叫做父系 母系的日治騰本 一直追溯到1945年9月2號之前 為什麼 9月2號之前 日本 導航 日本天皇投降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8月15號 9月2號 是日本政府簽投降書 誰簽的 崇光潔 我待會跟大家介紹 崇光潔 秘書李建民上簽的 投降書 崇光潔 你要記得 記下來 1945年9月2號投降之後 陸陸續續有中國人進來 大量是當時 1945年的10月25號就是 交戰國 軍事佔領日 這個名詞你要記得 這是經期政政法 裡面的一個名詞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那天不能再說 台灣光復節 高戰國 軍事佔領日 當時 1945年 10月25 所以他們又說台灣光復節 不能說 太多人知道 很丟臉 不能再說台灣光復節 他不敢說 現在國小教材有看到台灣光復節嗎 不敢講的 會叫我吐槽 你知道 發力 這全世界共同尊守就是發力 台灣這塊土地的租款在誰的手裡面 一定要了解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Treaty of Simonoseki 這大家要知道 來 這對一個國家 French London 法國 我跟他說 有什麼出來 跟一個日子有關 4月1號 大家在笑 4月1號什麼節日 漁人節 人跟人之間的信音跟信用 因為君生笑 打敗了 從這天 罪惡的 教育開始 4月1號 漁人節 這種惡毒的輸送 是誰 教育人 中國人 理由 中國人非常困惡 用4月職業 漁人節 升等 本土壇 本來 擁育的 信音 以前只要講話 講話就準算了 不然一定要下八祭 我今天跟你講話 明天知道怎麼怎麼 隨著做 這是 日本到的下來 大家 信用 打敗了 變 我們要立客用 而且立客用 隨時 還沒要尊秀 這種 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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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開始 4月1號 是法國的漁人節 漁人節什麼 嘉年華會 你要不要參加 各位在座同親 你是法國人嗎 有沒有全世界有一個法律規定說 每一個國家都要過法國的漁人節 有沒有 各位在座同親 你是台灣人 我們有必要 要去 過漁人節嗎 不正經的日子 來 漁人節怎麼來 英國 六五年 法國國王查理九世 他本來 決定來 使用改革的新的紀念法 叫什麼 法國禮高 禮 對現在的公立 公完 今年幾年 以空 英國 1月1日 一年的開端 過去 法國是以 4月1號 做做新年的傳統 所以一些守舊派的反對 改革嘛 依然照著舊的立法 4月1號 送新年禮 慶祝新年 集齊新年改革的人 就出 跟 生長 第一天 送家的禮物 來參 叫他們來參加 家的聚會 所以一天開始 4月1號 流傳卡的變 當有人上當受騙的時候 捉弄他的人 就會高呼 4月 惡作劇 的漁人節 各位在座同親 這是送的 家務室 漁人節是誰的家務室 這次 家裡的 人家裡的 事情 我們覺得 需要跟他們配合 沒有需要啊 4月1號 是 日本天皇 這個貼桌 的家 正經的意志 來我們看這個 新年禮 你有買的 來 跟這個 沒有買的 沒關係 你先跟這個 306月 哪下 我哪說 吼 台灣是否因編入日本國土業的單元那裡 為何日本政府選擇4月1日當作台灣領土正式編入日本領土 4月1號在日本國家體制內有許多廣泛的意義 第1 是日本政府 會計年度的開始 你能在下 日本政府會計年度的開始日 為許多公司所效法 都 破片來使用4月1日 新的會計年度 我請問各位 會計什麼記者 4月1日開始 會計一個新的會計年度開始的軍政策 是不是很正經的意志 4月1日 你要先下來 會計年度的新的開始 再來 第二點 是日本 新的公司 生日日 不就是合併日 新公司成立日或合併日 要不然就是什麼 區域合併的日子 等於 4月1日 新台灣的306月 你會快下來 你會買 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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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8月1日 再來 第三 日本社會 許多新進員工的就職日 新公司 公司裡面新的員工 就這季 4月1日 公司給你通知 來莫名人 4月1日你來公司報道上班 就這 他會跟你餘人節嗎 會不會 會不會跟你餘人節 日本人的構成你就知道了 中間 1就是1 2就是2 叫你泡 丹麥加露 泡膠膠的就泡膠膠 不會這樣 坑坑洞洞 今年泡的美女泡的 同樣 路都白白 泡河有本事嗎 不會 他們自己的制定 自己的自我要求 我就是不丟垃圾 因為我是 日本天皇的 國民 我尊重這片土地所有權人 我不丟垃圾 因為有共同的榮譽感 我們就是要這樣 我們不可以像中國人 去到哪裡 看著手要把他撥破的 給他去的 承回來 去哪裡就要給他 女王頭也要把他 把他用下來 可以嗎 中國人叫做破壞世界 違反自然法 自然法 就是 這世界所有一切 不能 我們不能 沒習慣去破壞 破壞了什麼 大自然可以反撲 有土石流 有海嘯 有地震 人不聽話 破壞大自然 自然就來了 土石流是怎麼來 要知道 要遵守自然法 來 第四點 是日本社會 許多不動產 租刃契約的生肖日 要做出 要賣出 客戶的生效 當時 四月撤 簡單 因為 火價新的年度 就是四月撤 新情緩港 就這支 四月撤 再來 最後一點 是 日本 所有新的 學校節 開學日 他們開學日 四月撤 4月1號 學校開學日 學校會 糊弄你嗎 4月1號就是 開學 來上課 大家乖乖啊 尊修 三千個經濟 就有雷毛去上課 四月撤 那不是中國人 各位財主當心 那個派是館 漁人節 都給他賺錢 這樣好嗎 我們不可以做小孩 人呢 錢工要給他 衝笛 要給他 生長 要給他 軍生球 開玩笑可以 你可以講笑話 但是 不要破壞 人跟人之間的信用 跟信任 好不好 OK 來 4月1號 法國的家務室 我們不可以 來 看這 尋憲造書 剛才說幾本 在這裡 給你看一下 講完 一九四五年去的 版本 憲憲造書 台本地國的憲法 什麼辦法呢 昭和天皇 我們不可以 中國人 玉仁天皇 沒有在那裡 人家裡的人 給你直呼名號 昭和天皇 他怎麼 在這裡 以及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4月1號 來看這 前投降書以上 外務大臣兼 大東亞大臣叫什麼 崇光魁 在這裡 再來 前舊金山和平條約的人 在這裡 軍需大臣 吉田茂 他簽 當時簽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1年的9月8號 下起來 一九五一年九個七八 簽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個時候 吉田茂 已經不是軍需大臣了 因為麥克拉社 他奉著美國總統的授權 改變了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變成什麼 昭和新憲 對現在日本國的憲亂 變不一樣了 他從大日本帝國的框架 跳出來變成一個新的國家 日本國 他使用的憲法就是昭和新憲 所以 就像和平條約的時候 日本國 跟 第二本帝國有一樣嗎 不一樣 要了解 前後不同 因為 我們現在 還在哪個框架裡面 大日本帝國這個框架裡面 只是因為 天皇向美國 總統 投降 我們被軍事占領 我們有了解嗎 我們家裡的 會是大人 向 美國 導航 讓美國總統派兵來軍事占領 跟今天他幾年了 七十年了 要為到生錢 平坦 過去 什麼 向蔡宋美林 跟蔣介石 來什麼 幫他台為官吏 要了解嗎 平坦 為什麼平坦 美國過來就是 為到生錢 國內的反戰聲浪 跟 吃不消 一定開錢 戰爭要開錢 會死人嗎 那麼多兵都死去了 所以美國的反戰 反戰 所以我們 越戰來講 與韓戰來講 我們會發現 他付出的 錢 跟兵力 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多 由 力量不夠了 所以什麼 一套過盟友 所以說 幫他 接著 中國政府 包括越南 越南 蔣介石也有去過 你知道嗎 越南 蔣介石一樣也是派中國 佔領軍去佔領 越南 出彼了 越南人有說我是中國人又是越南人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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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越南人會不會講越南光復節 會不會 跟蔣介石 軍事佔領啊 代為 管理佔領啊 你現在都沒有叫做越南光復節 你有覺得很奇怪嗎 問題在這裡 街市場在村口你知道嗎 不知道 這套教材有讀 很讀 所以中華民國的教材不要太多 這讀刺下去 扭不出來 連作民望的話 還要唱台灣光復節 先總統講公紀念歌 還知道嗎 連國歌睡著就要唱 三名 三名 還煮圓 啊 可能 到現在又在殺 蓋啊 我們現在要吃紅豆湯 日本政靈跟火價年度的開始 是會扯 為什麼說公園 有學員的卡丁 剛才說公園 公園什麼意思 全世界公園的紀元 叫做公園 我們不能像中國人 只要是西園 西園 歧視西方人 你說西 西方 西歐 中國人 東方 很優秀 所以要區別的 叫做西園 建靈我們要叫做公園 公園 不能叫西園 西園相對於什麼 東園 不會冷氣的 東園 還是南園 還是北園三貓 我們通通通叫做公園 1945年 今年中期 2015年 要幾年 70年 來 教書新台灣論 你後來買 後來 翻起來 差不多幾個 第三個 有一個 中文的解釋 我量個一件 大家有看 正式以為 朝鮮以台灣 在同治下 也有多年 這期間 教化廣闢 以收習俗同化之時期 這中期在說 中期的事情 1937年 黃民法 黃民法就是 齊西園的所在 這些人民 看的 日本 可以說日本話 聽有日本人 在說的日本 意義 的內容 才有辦法 台日本 帝國的憲法 已久 萬國公法的 一個 路程 讓 國家的憲法 大日本 帝國憲法 實施 在 這片土地上面 就是台灣 達成什麼 完整主權 1937年 黃民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路程 大家都會想 甚至又改 日本名 慢慢 內地延伸計劃 這 大家有講 繞繞繞繞繞的 自己說 時間的關係 就先 跳一下 概論 這樣講 加上這次戰爭 遂行上 貢獻良多 有什麼 日本 有什麼 戰爭 簡單跟大家說 有一個 麥克拉瑟 他在 19 我看這個 有一個 鴨瓶 因為在後面 很長 十四分鐘 待會時間 我會放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 台本帝國 他在1922年 二月份的時候 叫做 華盛頓 海軍 條約裡面有說 五大強勝國家 第一競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全世界 武力最強的國家是誰 大日本帝國 美國是第幾等 第三等 有了解嗎 所以 美國因為怕 因為你就是 怕這個 大日本帝國 太過強盛 壓過他 尋找什麼 因為 中國 裡面 叛亂組織的 毛澤東 和蔣介石 他為了 要 他自己 有政治的企圖 和野心 他抹黑了 大日本帝國的軍隊 大日本帝國的軍隊 哪像現在 美國一樣 全世界對 發生事情 發生動亂 那叫做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的授權 大日本帝國 全世界軍力最關於 做世界警察 大日本帝國的皇軍 去維持 亞洲的秩序 中國是不是內戰 中國第四世界大戰之前 有四個政府 在東北 叫什麼 滿洲國 南京的 汪兆民 汪精衛的南京政府 那是真痛的 再來 延安的誰 毛澤東 重慶上 蔣介石 四個政府 誰要代表中國 真痛是應該是 南京政府 因為 孫文 把政權搞上 汪精衛 汪兆民 蔣介石就不服 所以後來 用頭一包 把汪兆民 抬到 連西鐵就找不到 中華民國政事 是對誰宣戰 對英國 對美國宣戰 你知道嗎 這是中國 國民黨政府 不讓你知道 歷史真相 大家了解 大東亞戰爭 這個大東亞共同圈 它是一件好事 就是要讓 大東亞的地區 脫離 白人 殖民的世界 你要閃起來 大東亞戰爭怎麼來的 就是這樣 要脫離 殖民政治 殖民統治 大家知道嗎 這些 歐洲國家 在地區世界大臣 基層 是不是都 去中國每一個 包括 千國 英國 每一國 先去到後來 八國聯軍 來這裡 殖民 來中國 千國這個 殖民 亞洲就是 普遍殖民化 包括西班牙 葡萄牙 都來 亞洲 殖民 這 重點在這裡 大日本帝國 他農業社會 歐化 脫亞入歐的原因在這裡 讓亞洲 這個 大區塊地方 他脫離什麼 原本那種農業 社會那種 沒有 亞洲的文化 就是脫亞入歐 歐是什麼 近代化 用少少的錢 創造最大的利益 少少的時間 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去做有意義的事情 創的事情 可以提升 所以可以聽音樂 技術 國家是不是很進步 一個國家進步 跟所有的 百姓的民眾 有時間去聽音樂會 學道 大家都很會學 國家就強了 你知道嗎 不是錢 都在 產內地 政產 都沒有時間 貼身 精神層次 所以 你看美國 美國土地 是不是很大 他刮 有用人在刮嗎 沒有 都機械化 這就是歐化 知道嗎 SOP 就是要來的 用久久的時間 鐵星關關的效率 SOP 歐化 會開始 標準工作流程 叫做SOP 大家想說 SOP 剛書醫心說 要把我們補充 向於SOP 標準工作流程 叫SOP 有了解嗎 這個科 我相信大家 你學到很多 很多人 我相信沒聽過 OK 來 你看 朝和天王有照 如等 什麼 兩句什麼 如等 臣民 我們是不是黃民 浩博春有說嗎 我們是什麼 黃民 所以旁邊 中夷 去參加總統選舉 連戰 他說什麼 竊國 正確 我們競爭 說公共的 台南人 無台無錢 去介入 政治台灣的政治圈 不小心又當上 選上總統 叫做竊國 正確 我們競爭的 去找人家裡的事 又做人家裡的頭 什麼竊國 正當的 所以 浩博春有知道 我們是黃民 為什麼不說 跟你們說 你們就不聽我們的話了 他為了方便管理 甚至不惜 任一個手段 用一張爪 節餐至第一 1297要訓練 他必須上有說那張爪 我等給大家看 看喔 謝祥一開始 明治憲法成為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黃民化 台灣諸款向 公勒尊審 誰說了算 天皇兆數出來 台灣為這個時間開始 在萬國公法的原則下 土地所有權的主權是誰 首相 日本天皇 這個時候呢 台灣的黃民必須啊 做兵和擁有參政權 在對地方看到 台日本帝國憲法 第二條到第三條 參戰權跟參政權 這兩條 台日本帝國憲法 故意 為贏 十萬去查 去了解 台灣裔的日本兵英靈 跟現在跌對 敬國神社 多少 三萬九千一百名 每一年 台南民政務 同樣 去日本 雅斯坤 這個所在於雅斯坤 去拜上 我們的台灣的 英靈 三萬九千一百名 誰在供奉 日本 日本的 靖國神社是想創立的 你知道嗎 明治天皇 他所創立的 靖國神社 是為國犧牲 的臣民 為他們設立的 牌位 讓大家 永久來供奉 他為國犧牲 三萬九千一百名 的大人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現在中華民國 這個旅房政府 有一個中列詞 裡面有拜大人人嗎 很少 一兩隻 都不通拜上 中國人 七十二烈士 裡面有大人人嗎 不予台灣著名的議員進入帝國議會參與國政參政權 選出貴族院議員 許秉 簡郎三 林憲堂 康拼 跟龍山 跟林憲棟 這三個人 你能夠去看 二次 戰結束 日本政府只放棄什麼 管轄權 給你管這個叫什麼 主權權利 有管理給你管 放棄 日本天皇 永遠 有什麼 台灣朋友 所有權 這個土地的管轄權跟所有權 大家要了解 主權權利 跟主權 義務 主權義務因為有所有權 所以 永遠要 執行 你知道嗎 就是要 落實 主權義務 所以日本國 可以放棄 防衛 台灣嗎 日本政府 可不可以放棄 防衛台灣 日本防衛軍可以說 我 台灣有安全 問題 國家 這個 台灣這個 外國 外來的武力侵略的時候 日本政府可以說 我不管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主權義務 是所有權 延伸來 這個土地是 日本天皇的 財産 我請問各位 日本天皇 是日本國的 代表 元首 是嗎 安倍晉山 是不是都要去找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的財産 台灣 去外來的武力 侵略的時候 起床的時候 日本政府要出來嗎 根據美日安保體會 安保體會就是 由家來 主權義務 他必須要 台灣 要知道嗎 了解 來看這 這個新聞請注意喔 譬如你們剛才大家說 1952年的 4月以北生效 舊金山和平條的 日期很重要 你知道嗎 一九五二年四月以北 舊金山和平條的生效 第四條的B款 管轄權由日本政府移轉到誰 美國 軍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有誰 第四條B款 你有看到這裡嗎 英語在這裡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在這國外 台灣民政府的 晶片身份證 你的背面 晶片 右下角 USMG TCG 放大給你看 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府 車牌也是 紅色的車牌 你有機會看 東芯庭在那裡 你看 同樣這兩百一 美國軍事政府跟 台灣民政府 一起合法 有了解嗎 重點喔 注意看喔 日本成本前述 第二條跟第三條中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 與日本國民 財產 處分的有效性 財產 台灣跟澎湖 現在又是誰的財產 日本 天皇的財產 不能再說日本 台灣澎湖 是誰的財產 再說一次 台灣澎湖 現在是誰的財產 日本天皇 OK 依照 國際政權法 主要 必須要合法 被佔領地人民 屬於他們的 身份證明 包括什麼 旅行證件 旅行證件 可以怎麼說 不會怎麼說 我自己怎麼說 TRABLE document 旅行證件 你如果 不要學過 很簡單 就在這裡 跟你們分享 找不到 有好記喔 找不到 你把它翻一下 音小調一下 TRABLE document 找不到 我們70年 去到中國人 把我們的歷書記憶 原本要對 天皇 校長 對這篇土地 校長的 記憶 打算 落在整桌下 QQ的 把它倒起來 你知道嗎 找不到 就是旅行證件 所以我們的 出外 要出國的 要證明我們身份的 證明文件以上 旅行證件 比照流球 民政府的規格 旅行證件 要記得喔 不可以說 美國軍事政府要發佈 護照 不對 叫做旅行證件 重要的觀念 要記得喔 這 廣告 要記得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再來 紅白 這 六月七十月 公告 裡面有看 這處理在這裡喔 我國 全世界有一個國家叫我國喔 像西洋 一百九十幾個國家有對一個國家叫我國 紅燈民政也很奇怪 不敢 證明 林科長連中華民國都不敢說 國民 這是什麼 內政部啊 為何是國民不是公民 流氓政府只能在台灣發行國民身份證 想要發明公民身份證呢 就要回到他自己的領土 要回到哪裡 南京 中華民國要回到南京 他才能夠稱為 可以 發什麼 公民身份證 你看中華民 人民共和國 回到南京 你去發公民身份證發給我看 你回去 中國南京 你去發你的公民身份證 合情合理合法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只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在哪裡看得到 大家像AIT網站 去查 台灣關係法 15條裡面第15條裡面有什麼 1979年1月1號之前 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 台灣治理當局 這時間點很重要 1979年1月1號之前 美國生贏為中華民國的 台灣第一東京 1979年1月1日之後 中華民國還在嗎 美國八卦給他來講 1979年1月1號之前 中華民國不去了 你還在講我國 我國 這樣怎麼會這樣 經濟戰戰法 美國軍事政府會比較關懈的 由備戰力的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Civil government 這是這樣 這樣痛 美國政府 支持的是 我們國 我們國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 大家要記得 你 你的新台灣論 顯到第一頁 你就看到台灣民政府 設立經過 非常清楚 你買新台灣論 你一定要顯來看 記得喔 六個州叫什麼 地書 不能夠叫 州長 這跟日本的那個 官制一樣 要無縫接軌 州長是以前美國的那個 州長 制度 讓他回過來 無縫接軌 要跟天皇 接 知道了嗎 我們要回來 日本庭的這邊 OK 安平軍 這張什麼 身分證 時間點 來看 還有第一次 還有什麼 台灣民眾的第二次 控告的誰 美國的誰 中華民國上期 2月27號美國時間 台灣時間上期 2月28號 這搜尋 隨便看 這個新聞 你要記得 上台灣民政府官網 搜尋引擎 Google要好什麼 你會記得輸入 台灣民政府 官網 才不會走 分岔入去 你知道嗎 你要找音樂品上課影片 台灣民政府 影片 了解嗎 OK 這就是律書 這張 他可以這樣 哇 美國賺了 他跟伊拉克戰爭 一樣 比照什麼 查伊拉克人民 Universal Deco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世界的 人權 15條有說 人人優權 向優什麼 國籍 人好人要國籍 不得人 不斷 也不能 標準 改變國籍的管理 譬如說他做美國人 要改變 變英國人的 可以 但是 不可以 沒賣的 沒錢 把他的國籍 剝奪變 無國籍的人 要了解嗎 中華民國 做這種 荒謬的事情 當時 1915年 1月12號 你要永遠記得 1946年的 1月12號 中華民國 違法 改變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本來國籍是什麼 比市長有告訴大家 本來是什麼國籍 大日本帝國的國籍 該改成什麼 Republic China 1946年的 一過十幾 很多人都去領 公民身份證 因為那時候 中華民國還沒變成 流氓政府 所以他有發公民身份證 當時開始 不可以發公民身份證 1949年的12月開始 再去外出 變流氓政府 所以中華民國 身份證 你中華民國 查 英文就是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現在就是他做總統 應該領公民身份證 他為什麼領國民身份證 原因在這裡 街市藏在村口 你知道嗎 了解 做法律單人要知道 有一個清澈的書刻 用法理邏輯來看 一切世界 法理至上 各位同心 大家互相免得 我們不能跟中華民國 直接對抗 尤其是警察 那都是我們自己人 不然他是 執法的基層單位 我們不要跟他直接對抗 我們看紅頂 一樣 停下來 不要違規左右轉 遵守交通規則 因為什麼 你是法理台灣人 要順受法理 你可以補充自己的款領 跟自己有法理 可以補充你 白紙黑衣 你的銀款一樣 人權宣言 可以保障你 所以第一次 控告美國 外交 再加上 中華民國 在告他 就是這 事情 非法改變國籍 Nationality 你是對一個人 你是對一個地方的人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重點在這裡 好 今天的庫庭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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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